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雲美人今天沒有來 他今天請假 那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今天邀請來賓 第一位是昨天有在忠孝西路 穿裙子躺在地上的 黃石起 有躺有躺 好 那這個地面很燙 另外呢 我們這個邀請的還有這個 這個黨政的黃偉漢 維漢好 維漢好 好 另外呢是 我們台中的這個立法委員 蔡吉祥 蔡委員 蔡委員 你好 黃偉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今天早上 已經有昨天被驅離的這個朋友 去看門診 潘建制 潘醫師 潘醫師 你好 大家好 好 另外 昨天你有去嗎 有啊 中聯話 聯話聯話 昨天其實我有去 我有看到時期 長30多年 對 昨天蠻熱的 那我覺得那個感受是說 大家一起躺下來的那個 感受是震撼的 然後因為現場 活動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放那個 核災警爆器的聲音這樣 啪 啪 啪 然後配合那個廣播 然後那個就是核電廠的 本身的廣播 核災 可是那個核災 原來不是真的原來 那當然是假的 對啊 那不然哪有 大家都躺下來 怎麼可能 大家都逃命了 躺了 躺下來是一個象徵啦 有可能真的核災 一爆了以後 你想站都沒辦法 就只能躺了 就直接躺下來 我今天早上 有去參加 現在不是苦行了啦 因為現在都很短 我早上先去一光教會 然後這個集合之後 我們從十點鐘開始走 走到立法院的濟南教會 然後濟南教會 他現在要繞七圈 那這個 你知道葉博文 葉博文其實是 可是公投促進會的執行長 葉博文先生 他長期是林英雄先生的好朋友 對 大家對博文其實不太疑 對 但是博文和林英雄 很好 像被拼拼的還要親 現在他講講講講 他以前都不會練馬賽 現在都講講講講講練馬賽 因為出發前 大家會先跟大家講幾句話 那他說其實大家都不瞭解林英雄 大家都不瞭解林英雄 林英雄有實踐的決心 這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誰跟時間 真的在賽跑 馬英雄不能哭一哭 那我先請教這個潘醫師 林英雄是怎樣 已經決死這麼多天了 還有辦法去記住啊 其實絕食喔 聽起來是要撐得住 撐得住啦 絕食這是一種 最溫柔也最激烈的 非暴力抗爭的手動 其實最早開始絕食的是誰 就是甘地 甘地被我們認為是 非暴力抗爭的始祖 甘地一生絕食 死幾次 然後他甘地到70歲的時候 還在絕食 就是為了印度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當然最早他是因為印度獨立 印度也因為甘地的這種 就是說不合作運動 或說非暴力抗爭 事實上使得他可以脫離英國獨立 少死很多人民 甘地後來到最後一次絕食 70歲的時候 他還曾經絕食21天 那歷史上有很多 21天喔 21天 撐得住啊 撐得住 歷史上有很多人用過絕食的手段 當然也有人為此上命的 那上命的話大部分都是絕食 超過50天 60天以上 所以如果說要撐 大概一兩個月還撐得住 可是事實上 因為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而且林宇雄先生也73歲 年紀大了 其實這當中其實都滿危險的 如果有併發其他的問題的話 老實說很容易肝腎衰竭 或心臟衰食 隨時就走掉 你覺得他還撐多久 你做醫生 這真該說 該說 他好像喝水而已 對 只是喝水 人是這樣子 他會忽然之間全部倒下去嗎 有可能 我們一般如果說不吃飯 我們血液裡面有血糖 大概他會攻擊 可是那個血糖 血液裡面的血糖 大概差不多18個鐘頭 就會耗盡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吃三根 對 耗完了以後怎麼辦 差不多再來就是 我們身體會有一種東西叫做乾糖 它是儲存在肝臟的葡萄糖 葡萄糖它會脫水 然後聚集在肝臟 你血液裡面的血糖用完以後 肝臟的肝糖 然後肌肉有一點 它就會開始釋放出來 這個可以撐多久 這個大概 大概撐個五六天 五六天以後 連肝糖都沒了 現在林英雄 大概連肝糖都沒了 再來他已經開始在 已經七天了對不對 對 七天 他已經開始在燃燒他的脂肪 可是這脂肪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每個人的體脂慾不一樣 對 林英雄看起來他不是很胖 而且我這幾天看起來 他其實臉已經開始有點翹 所以上面藝術的 也說他的皮下脂肪 已經開始在分解了 其實在分解 我們講葡萄糖 甘糖 那都還OK 那個燃燒以後 就是很OK的一種能量 可是脂肪就不行 因為脂肪開始燃燒 它也會提供熱量 可是它會產生很多代謝廢物 有可能這個時候 身體狀況不能就有可能 我們講會銅中毒 銅中毒 銅中毒會怎樣 銅中毒會昏迷 會昏迷 生命其實會有危險 這個時候 其實如果進食到這個時候 開始在燃燒脂肪 其實它可能那個呼吸的味道 就會有一點那種 我們講說類似那種水果的味道 那就是銅的味道 對 可是呢 如果體脂率比較低的人 比較瘦的人 脂肪都分解完了以後 身體就會開始分解蛋白質 什麼叫蛋白質 就是我們的 身體所有的器官就是都蛋白質 那個時候就非常非常的危險 維翰 馬英九對林立雄 對身體這樣 他會不會害怕 我現在很擔心他不怕 他應該要怕 但是我 你很擔心他不怕 那另外一個議題 對 但是我真的不太能夠判斷 因為其實應該是這樣說啦 黃哥因為上個禮拜 就在這個時候 上個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有評估也有建議 他應該要去看林英雄 我們是禮拜一 他有去看這邊啊 就禮拜二的時候江櫻花去嘛 禮拜三馬英九去嘛 去看其實我覺得多少給肯定 因為像太陽花又去 去不不去嘛 可是去看有沒有想好 除了卡片之外有什麼 昨天在這個反核大遊行的時候 大家為什麼要跑去 那個地方坐下來 李煌哥在臉書上也有寫 我那時候還是大學生 但是我也知道那一場活動 就是1992年的419大遊行 那個時候就是要總統直選嘛 林英雄那時候 我其實我有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那時候 林英雄就帶著大家 總指揮 就這張 好 嗯嗯嗯嗯 林英雄 他牽著施命德跟許姓良的手 他就是現場的總指揮 他就是這個指揮小組的召集人 林英雄就這樣 他們就是在中校西路的所在 倒來三天兩夜就霸佔那個地方啊 為什麼 就是為了總統直選嘛 結果咧 打個老花啊 嗯 之後也是強力的水柱 然後警察驅離 還被判拘役50天 可是咧 四年 四年之後 第一次台灣的總統直選就來了嘛 所以 所以其實昨天那個行動 會選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也是在跟林英雄致意啦 因為林英雄正在 那個地方一光教會 已經昨天是六天沒有吃東西 那 既然 院長跟總統都沒有 對林英雄提出的訴求 兩個一個是 挺見合思 一個就是要修共同法 有直接的回應 我們就來這邊挺他 來聲援林英雄 好 那也因為昨天 那麼多人跑去坐在那邊 然後也站住不走 警力也沒有辦法驅離 因為一開始去的時候 那是超過5萬人 到晚上比較少他來驅離嘛 所以最後作成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 核四 核四的1號機跟2號機 就要全部先停下來嘛 大家還記得馬蘇會那個 不管阿嬤講都馬蘇的 那個馬蘇會 完家會啦 對啊 不管他們那天 不會怎麼講都馬蘇嘛 那一天其實蘇文昌 就是一直在問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要完工 你剩下一點點不管是多少 還要不要再花錢蓋 是不是現在先停下來 沒有嘛 可是昨天就同意了嘛 所以證明說他是 他的底線是可以向下調的 他的底線他本來不要的東西 上個禮拜他說不可以的東西 他再過了一個禮拜 他說好那我核四的1號機 2號機全部都停工 1號機的安檢 因為已經90%了 剩一點點要把它做完 2號機的安檢都不要 預算都不要花了 他是可以 他是可以妥協的 那林毅雄要求的公投 門檻下降 他為什麼還不妥協 已經7天了 如果倒下去了 剛剛弘英哥在講那個 其實我聽了有點擔心 你說你問他意思說 就已經禁止7天 怎麼又開了去記組 反省就已經7天了 他知道差不多要去記組了 這個記組可能是有意思 反省是他知道說 反正我已經有那個準備了 所以我去搞哪有清楚 那如果是這樣 他倒下去的時候 怎麼會受傷 沒辦法受傷 照理說 他現在是不 不應該活動 不應該活動 不應該有記組這種安排 他說你不聽啦 還照安排記組 大多數是負面的解讀 怎麼會怎麼說 就是辭刑 嗯 去跟祖先說 我要去 而且有一種現象就是 之前類似 類似這樣的絕食的動作裡面 有一些人到後期 會有一點類似那種 我們講說亢奮也好 或是說回光煩躁也好 你會發現他突然有一段時間 經歷比較好 那到最後 就會整個開始崩潰掉 崩潰這樣子 可能他就是失去意識 然後呢 就就是說 進入昏迷狀態 然後他的可能身體 很多器官就開始分解了 特別是就是說腦部 有的時候到那個 因為他這個絕食是只喝水嘛 那其實我們人腦有一個很重要 我們叫做那種 菸鹼酸或維他命B 那個缺太久 也有可能會造成 永久的腦部傷害 就是說當你自己救回來 可是他以後可能就會變成是 失智症或植物人狀態 對 其實那是蠻危險 到這個程度就蠻危險 我覺得他是靠意識力 就是你認識他的人就知道說 他其實是以意識之堅定 就是大家都會感到害怕的那種人 那所以我覺得 不吃東西當然難過 每個人都一定要難過 可是林先生他因為有過人的意志力 所以他現在是在撐 他今天去祭祖 的確不是很穩啦 所以他的太太是扶著他的 那 就會有很多人看了會難過 覺得 他為了他的理想 是這麼的 堅定的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 所以剛剛回到剛剛的問題 問維翰說到底馬英九會不會害怕 如果林英雄出事怎麼辦 我覺得馬英九跟江英化 可能有感到一點點的害怕 所以他們會去一光教育看 所以江英化昨天會拿小紙條去 可是我覺得他們仍然做錯了 是因為他們不了解 他們沒有了解到 林英雄的背後的那個 真正的意思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不是要問 林英雄能不能接受 是應該要問台灣能不能接受 因為其實林英雄的意思很清楚 他其實 不是為自己的生命 他是在為台灣民主的這條生命 還有台灣土地的未來的這條命 所以不是林英雄自己的命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林英雄能不能接受 而是要問 台灣能不能接受 我覺得李翰什麼忽連肝 要去製造 這個很奇怪 再來就是說 他一定會倒下去 一定會倒下去 倒下去大家就說 啊那個什麼 要牆住灌食 但是 但是 田秋情有人說 他會求死喔 他是不要你幫他灌食的喔 蔡委員你對他有了解嗎 大概你有一定程度認識林先生的人 都會 都會知道說林先生 他不可能讓你所謂的灌食 或者是什麼 那就算你灌食完之後 他還是繼續絕食嘛 他只要有行為能力 你以後他就一定會做他認為一個對的方向 或者他要表達的一種為這個土地所展現出來的力量 或者他的理念 他說田委員說 他說田委員說 相關單位千萬不要對林立雄強制灌食 他說強制灌食強制就醫 這對林立雄是莫大的凌辱跟糟蹋 田秋情說 日前一位親近林立雄的朋友對他說 林立雄已經表示 如果被強制灌食 他會求死 他被強制灌食他如何求死 我覺得這個過程當然那個狀態 這疑心比較了解 就是說他一定是處在某一種狀態之下 才會有 這個醫療人員會進入 那這個狀態到底是指林先生已經沒有意識 或者是他的身體狀況是出現怎麼樣 所以這裡面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但我的意思是說對我的理解來講 當然你站在人性的角度 你說看一個人身體有狀況 你不去救他 這個好像跟人性的迴背 但我要強調的是說 無論你今天怎麼去救林先生 只要他的期待理想 他追求一個目標沒有達成 哪怕你把他救起來 哪怕 他又回去醫官就繼續絕食 所以他一定是 他的個性就是如此的人 所以我當然不知道說 所謂的那個搶救的狀態 到底是 到底當時的臨先狀態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要講的是 不管當時狀態怎麼樣 最好他還是會朝他的方向在走 可是我覺得時間是越來越急了 很可怕 因為他已經絕食七天了 那肯動也動不幾天了 如果說他一定是要死 那麼接下來壓力很大 因為蘇貞昌說 馬英九好像不知道動亂要來了 好